进行角逐 那我们首先看到的呢 就是张强和王硕 这是宝极区 然后是我们的二校对决 连校盘校 是的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丁浩对阵王世一 龙岩明城应该是第一次来到 这个降级的PK大战 对 这前两年能够得到了亚军 是的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都是宝极区的对决 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谢科呢 对阵张涛 是我们的征换区 以及今天主要为大家讲解的 米娱亭九段和柯姐九段的主将战 两个都带眼镜 是的 非常的专注变化 因为在前一轮2比2的话 今天的主将谋重成都身上 一盘比两盘 非常重要 身负重任 是的 所以 今天这个说的对决赛 比较美 就是强队弱队呢 看起来也很大事 但实际上真的下起来的结果 也很难以预料 今天对实践的棋 还算比较顺利 感觉他后半盘下的稍微结果 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 就会是顺利的赢 明天对科捷 我对他战绩不太好 希望明天能够有一个好大挥 然后 然后也希望队伍能有一个好处 明天这场比赛呢 我看一下排阵呢 就是江苏 这个星座贝贝顿 他阵容跟我们长军赛的 就是台色是一模一样 那么我们稍微有一些变化 因为长军赛呢 我们是和解比较一样 所以明天这个 主战战呢 还是比较乐观的 好的 欢迎回来 那听完了我们的对局者 和教练的队展望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今天这盘至关重要的主将战 我们看到经过排阵呢 是科捷是黑 维加联赛的黑白 是提前确定好的 那就可以知道 那这一场呢 是江苏队 明于亭是主将 也是主场作战 一般来讲 都是会把主将 安排到白棋的一方 因为白棋嘛 我们知道啊 在人工智能时代呢 是占一些优势的 开局的胜率 就是有百分之六三 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今天这盘白棋的明于亭 跟科捷会战成什么样 两个人肯定都是 咱们中国的顶尖高手了 现在科捷呢 仍然是占据着 等级分排行榜的第一 明于亭呢 可以说是并列第六嘛 两个人之间过往的 交手的胜负呢 科捷烧战上风 对 略战上风 但是在去年呢 两个人也基本上打成了平手 在白棋呢 可以说还是旗鼓相当 半斤八两的 对 那我们来看啊 黑棋选择了大跳手脚 这是一个流行的布局吧 然后白棋挂脚 用个高把也是有的 高把的话黑棋就会三路拖取电 这个相信很多棋 我们应该也见过 这也是常见的布局 对 那么当白棋挂的时候 黑棋也选择了一个 相对简单的应对 这个黑棋现在一般下法 就是最流行的 不是飞起来就是尖 对 这两个 这个地方有点小细微的区别 如果说黑棋飞的时候 那么白棋上面要拆呢 就可以选择了 像实战 白棋变要大拆 但是如果人家下的尖的话呢 那么在此别人下的尖时的情况下 你最好也下的尖时 太大 是白手 对 所以这里的差别 其实我们要注意 实战呢是分别都是大一点 效率比较高 那么黑棋抢到先手以后 点三三 起风难住点三 这也没什么问题的 对 然后白棋挡这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呢 就是要强调上边的一手 对 白棋在这里先手定型以后 他看中了这个逼注 这手攻击性比较强 这也符合米尼亭的风格 相对来讲呢 这个米尼亭呢是更喜欢 早早的发生激烈的战斗 如果是近身肉搏战 那是更好的 因为在这个近身肉搏战的能力方面 我认为米尼亭可以排在这个世界前三 在这方面甚至是比柯杰更加厉害 柯杰的起风的特点呢 比较灵魂 经常有让你想不到的一些招式 你可能是被他的指挥棒 调动之下 转一会自己晕了 露出个破绽 然后他抓紧几回就获胜 米尼亭是喜欢的 双方都纠缠在一起 那个是他最能发挥的特点的时候 对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今天这盘棋的风格格局呢 很重要 看看两位棋手会怎样去 打入自己擅长的局面 那我们看到白棋逼注之后 黑棋先挂脚 这个棋呢也是 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推荐 可能我们有些棋友 想就是要马上把这个脚做活 怎么样 如果要做活的话 黑棋是尖点了一家丁 这个是最常用的手法 这个可以说是实木棋 而且活得非常的踏实 这个下法呢 我觉得要是我们和各位棋友之间下 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挺好 但是呢 在这个人工智能的眼里呢 这样下法有点晃 稍微慢了一点 对 我们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它追求是每一手棋 最高的效率 所以这种步调缓慢的情况 一般不愿意下 但实际上这个局部 也是非常好的防守 对 因为一旦黑棋坚实了以后 其实白棋的坚具 包括上方其实以后 也是留有一些手段的 就是说我们在下棋的时候 下出自己的风格也很好 你用这种方式 不是人工智能的招 能够赢得一盘棋 那更有成就的 对 实际上的话呢 黑棋还是先把这个挂一下 赞求效率 这个米亦亭马上就始出于坚定 这也是叫看中实地的 对 其实我这个不知道 米亦亭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挂的套路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 按照他这手棋的思路 那似乎应该是 先对黑棋这两个子 发动无击更合理一点 因为这个挂角 对白棋这个子的压力 毕竟是小一点 那这盘棋米亦亭 直接选择的是 先防守一步 跟着你应 这也说明这盘棋米亦亭 也是非常非常的看重 因为毕竟是主将之战 这一盘也是一盘兵两盘 因为前一场就是2比2打平 那么这一场 因为第一场不设主将 那第二场设了主将 如果同样是2比2 那么主将胜者的一方就将获胜 对 所以说主将获胜的一方 等于另一支队伍 必须另外三盘全部获胜 才能晋级 所以说这盘棋米亦亭 也没有轻易地就敢发动攻势 先稳了一步 那从举步定势来讲 肯定其友们知道 力2拆3是很常见的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定型了 黑棋如果正常下定势 可能又从我们这个效率的角度来讲 有追求可以有更好的下法 最高效率的这个地方 白棋可以考虑小剑 这个定势下完之后 小剑本身就是一个好点 那当这两个地方黑棋走后了之后 和这两个词之间 就形成了一些配合 这个小剑的下法 就比高拆3的效率更高一 因为这个小剑对这三个子 还会有压迫 通常肩完白棋是要拆边的 还有附加好处 对 那实战好像黑棋更猛一点 黑棋是直接进来 这个有点是要想跟你一听较量较量 你不是很擅长一战斗吗 看看谁怕谁 这部棋确实是一般来讲比较罕见 比较罕见 因为白棋这三个子 怎么着名义上也是比较厚实的 你突然之间就深深地打入 有点像一颗深水炸弹一样 这个多少会有一点风险 而且我们刚刚说 通常是在这里有帮手的情况下 在深水炸弹 现在没有这个帮手呢 白棋肯定在这一带 或多或少有些借用 那么可能在阵头的时候 白棋也能够步伐下得快一点 我们知道柯杰有一段状态不太好 像在整个联赛的胜率上 你在排行榜 你前十发现没有 前二十也找不上 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以他的水平来讲 这是非常罕见 对 因为还没过快 但是最近他在 进入季后赛以后一路连胜 给自己拉回来不少 应该是已经取得了五连胜 那么在这部棋 这部棋叫什么 离阵远一路 叫远阵 比较少见 但是我想他这个棋的意思 我琢磨一下 可能是这样 他考虑到黑棋下一手 如果说你要就一声 那么时候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子放在远阵的位置 跟这个普通的阵的区别 如果你要放在普通的阵 黑棋这样可以跳出来 那你放在这个远阵的 你要再跳的时候 他可以带住 这可能就是明依庭 远一路的这种用意 是的 反而形成一张大网 把黑棋罩住了 非常有味道 这部棋下的 那这么来看 黑棋大概率就会不参与 因为他觉得是不是 可能远一路 有点中对方的意图 对 咱们说围棋是手盘 明依庭下了这一部棋 就是告诉科捷 你要走这儿 我走这儿 你可怎么办呢 如果科捷一琢磨 我要走这儿 你走这儿 我不好办 那他就其他的办法 那我就不这么下 那我们看看黑棋的下一手 这一手也是非常的有深意 因为普通来讲 像这个结构 黑棋有打入 或者是碰 这两种手法 这种手法相对罕见 更多的是在防守的时候使用 也就是要处理好 黑棋这两个子的时候使用 那他这部棋呢 白棋最简单的想法 什么就是爬过 如果你爬过 那他可能会回踢 你长 他的一爬 黑棋的目的 就是要先手获得这个爬 先手获得这个爬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角已经活了 那这时候他可能再怎么 随便处理这个子 就没有获顾之用 对不 兼充呢 就是有很深的谋略 对 等于是虚晃银枪 升空低息 看似在上面想要进攻 但他其实是想加强自己 然后跟这边的子作战 也是针对于白棋这个 远镇的这么一种构思 对 那这么来看 好像白棋也不会轻易的 如黑所愿 在点的时候 我们白棋是选择了 这个要被打下去 也是非常受不了的 对 先拖一手 适应手 适应手 这个棋 黑棋大多数时候 都会二路搬 对 然后他交换完以后脱下了 这个思路是非常灵活 他也识布了柯杰的意图 柯杰说你如果要爬 我就贴过来 你肯定要落后手 那里面一天说 那我干脆拖一下 我就探个牵手 这个地方两个人 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各自都不愿意 陷入对方的这种 刑期的步调 这也是顶级高手的一个特点 都希望让对方听起来 都希望要扣住对方 我要干去主导权 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这个拖的妙用 我想可能是这样 使得这个打下去 你可能不太好意思 下得出手了 因为当你在挡的时候 他多了个拖 他就产生虎 你再一打 他就产生了一个作截的手段 那么这个截打起来之后 无论是白棋打赢 还是黑棋打赢 那这个党的效率 可能都要稍微差一点 所以说这个白棋 多了一个拖的用意 就是使得黑棋这个挡下去 可能眼里线就不那么足了 同时这一代 黑棋在拖签之前 还是简单处理一下 他得先问问你 对不起 你要说是解毒的话 他可能是这样 如果你要接 他跑不出去 所以他想先刺一个 你接上 当然是他就最开心了 他可能是便宜的 当然可能也没有几个人会接 如果我反击的话 如果你要接 他才顺势 有一个步调 非常巧妙 这个至少是下来很有意思 不管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的一选 但是这个想法 看起来就非常有味道 你看当你一贴的时候 我不是要继续在这儿想 我这儿站一穿 我又要想把人子给救了 对 因为原本 直接飞呢 白棋肯定会贴 但他注意这个形状 黑棋出头是很难受的 但是我交换了一下这个以后 那么你被我顺势出来 黑棋形状很饱满 所以大概率这个时候 白棋可能就要从这边 这个棋呢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棋 咱们不能说 好像走得跟人工智能不一样 咱们就觉得它就不好 那我觉得不是这样 咱们棋盘还是很自由的 你能下出一些 有自己思想的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重要的 你看这个时代 科技这样一次 等你一天我再一穿 这个想法看起来就很好看 对 很有观赏性 那白棋冲出之后 局部的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都能接受 因为白棋冲完之后 虽然说是这个子跑了 但是它这样一跨 还可以保住它的基本盘 然后黑棋可能气一下子 黑棋上面冲了一下 取得一点小便宜 所以大家都能接受 黑棋取得先手 可能又可以在上面定性 大家都能接受的 这么一个结果 那我们要不要也请 决议老师来看一看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觉得很巧妙的一个下法 好 看看咱们今天 人工智能的助手决议 他对局部的评判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了 这个结果是黑棋51 那么我们知道 初始胜率是白棋62 那这样来看 这个结果 人工智能评判科技不错 这个组合拳效果不错 他给科技打了一个高分 已经获得了 接近20个点的胜率的优势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你别看20个点 你要换成误数呢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胜率的最右边 那就是误数 黑棋领先不到一目 0.6 0.6 对对对 所以我们知道了 一开始 别别对那几个胜率太认真实 他要换成误数 也没有多少 好 我们再来看看实战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决议给出的推荐 黑棋下一手是飞 那我们来看看实战的科技 有没有下出这手 好 这个不容易 因为这个其实第一杆 都是特别想挡下去 飞在这的感觉 非常的 那么白棋现在打 贴棋 贴棋 如果你要跟着查 他可能再压一手 就把这个脚全部吃掉 这样的话是需要进行判断的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围棋里面 我可能是我学习的时候 老师就说了 二子头不能备搬 这个很容易 对 如果说是在人工智能 没出现之前 我们可能是一秒钟 赶紧尝一个 老师说了二子头不能备搬 但是在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 不用说二子头可以备搬 他还经常是倒搬 像这种期 这种手法也非常常见 人工智能经常一千充 等你一贴的时候 他不是往上去 他不是往下去 就让你搬 凑一个 这个有的时候 你要想这个能够很好的理解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他让你搬 所以说这个时候 李仪廷也没有选择查 他选择现在这个脚上适应手 他选择去活脚 他也识破了科捷的用意 对于这个点班达黑棋 如果吃这个 就是给白棋活一个小脚 所以实战他是小脚 涉及到一个判断问题 就是你觉得给白棋活脚 你这个局面 全局的角度来看如何 你局部肯定是白棋 能够达到活脚的目的 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选择怎么样 这是一个判斩问题 实战科捷选择的是吃这个 他显然是觉得 这个脚不能给白棋活脚 非常大 但这样的话 白棋在这有个断车先手以后 局部可以用靠的方式 这招是个很漂亮的手法 因为他这个断车先手 就不能从上面扳 你从上面扳 他一断车一吃 他就全跑了 如果你要从上面打扯这一场 顺势一场 他一会儿反过来还要断黑棋 那黑棋根本就没有办法吃住白棋 最关键的是 白棋这样一跑出来之后 还对黑棋这三个子 构成了威胁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白棋可能给白棋活脚 能够一个先手 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但是实战 我们知道 科捷现在是等级分第一 又是这个世界八卦了 他怕谁 所以战斗起来 他也非常有自信 而且郑鞋 季后赛五连胜之士 连胜其实正胜 我也非常同意 咱们这顶尖高手 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你必须得有能够 战胜任何对手的信心 你一旦自信不足乱 那就有可能会出现 你一打入就觉得自己要被杀 你一去打入别人的空 要觉得自己被杀 自己为控就担心别人打入 那这个突入是非常大的 对 为手为脚不可取 包手一定是得自信 所以在白棋碰的时候 黑棋先搬二子头 那这个战斗就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说过 这就是典型的竞争猪火战 你看这个子尔跟子尖之间 子尔跟子尖之间都挨着 这就是猪火战 这种局面 明玉婷非常擅长 这就是他喜欢的 这种激烈的战斗 紧紧的搬住 他不是要跳 还是要搬的 看你敢不敢断 就非常非常的 紧凑 然后黑棋连搬 没敢断 因为断呢 白棋可能是准备了二路一搬 你要一搬 你反搬他一切 之后产生了这个断点的这个吃 白棋避得起 所以说看成这样的话 黑棋是不能直接断上去 而单退的话呢 对白棋压迫太小 所以他要紧凑一点 如果你要单退的话 白棋虎是构成好型了 连搬 好长 退的时候 再一点方 可以看出两个人 跟一边对半吧 各自都要大打出手 白棋黑棋现在是想的攻击 这一个白棋四个子 当时上面呢 白棋那四个子也没安定 实际上都非常激烈 那现在点方之后呢 白棋这个地方七比较紧 他实际上是单力 这个地方不能给黑棋搬过去 立即 我们明明二二二都跳过吧 黑棋分段 那么现在这个断点依然存在 所以白棋是用靠的方式进行补断 他是想着先手补个断 这样的话 然后拿黑棋做选择 这个头绪也是非常的繁杂 上面也是没有定型 这里没有定型 然后这个地方很明显 也双头没有下完 但如果黑棋在这里 一旦落后手的话 白棋这个手棋也是非常大 那手棋是价值非常大 黑棋先虎 他不是挡的 这个地方他要挡的话 白棋长 刚刚王老师说过这里有断点 之后这个断白棋是先手 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要放在这 放在这呢 白棋本身也是长 因为你搬还要变反断 那么这时候这个虎呢 就比放在这好一点 因为接下来白棋在走这个就是后手 细微的区别 等于把这个子相对看轻一些 那上面定型还是要回到这边的作战 对 但在这个局部定型呢 可能其我们最容易想到的 可能是先搬一个 如果你断 这个我可能能看到 我能把这个子吃掉 这个子可以吃掉 但是这样的坏处呢 就是上面多了 是白棋这个打 而且下面还有一点点借用 多了一个打的 以后白棋要想这样吃 就可以吃这个子 这个打对于白棋处理好 这块姑且呢 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感觉黑棋虽然有收获 但是外面也欠着一些毛病 但是这个局部 如果是这样搬不好 那就只能是这样搬 那白棋大致会穿向眼长出来 而且棋直部的话 虎一个 虎一个是第一弹 但是这有没有必要先搬一下 把白棋走中 对 因为你如果不搬的话 这个地方随时被白棋一跳 白棋就更好行了 如果你要搬和白棋断 然后你再虎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白棋两边的起 都是非常近 搬一个是最强项吧 对 你看他实战 实战是选择单虎 单虎 单虎的话就给白棋一个 搬完不一定要断的机会 对 以后你再走不一定能走到 而且这个白棋先搬一个 有没有可能 这个地方战斗非常的激烈 但是我们知道 在这种战斗的时候 我觉得梅宜亭是比较擅长的 所以说今天这科技也是非常猛 下五连胜去气势 主动挑战 梅宜亭 梅宜亭我们刚才上一场可以赢了 对 赢的是十月 而且是今天成绩非常的好 是的 所以两个人现在可以说 状态都还是不错的 所以今天是杀得非常精彩 白棋现在阻断 他这个搬这个意思 就是使这个虎的作用 如果黑棋还是带上梅宜 那他再要顶住的话 比如说你随便分到我 可能白棋这几个 黑棋这三个字可能就要够切了 是个练习 所以黑棋也必须要 针尖被曼盲的反击 这个太激烈了 这一段 那么白棋那边是可以搬过的 对 可以打吃完 搬过之前他得先打吃一下 要不然的话被黑棋先手接了 对 但我记得在看起的时候 我还看到了一个跳过的选择 这也是很巧妙的联络 但是一开始就下这么多一二路 真的就好吗 对 总感觉不太像我们的 而且会觉得 如果你断吃完了一般 至少你紧着黑棋的气 这个怎么看都觉得 看上去好更紧凑一些 是的 在这些方面我们大可以信任的一听 来我们继续看 然后黑棋打开一下 打中 然后这边要再处理了 再不处理对白棋拐下去 所以搬出 那现在我们看 如果当初这个就搬吹掉就好了 如果挣不掉我们也可以搬 现在是不是科技也后悔 当初应该先搬一下 对 那现在白棋这个局部不好处理 就贴一个 形成了一个转换 黑棋去这点 白棋吃这点 看起来都差不多 半斤对八两 都有收获 这个搬过来也非常有价值的 对 黑棋搬 白棋跟着搬 哦 白棋跟着搬 如果白棋缩回去 可能黑棋就算了 但是搬在这以后 黑棋就会 这个也非常大胆 黑棋在想我能不能 这个街如果是先手 这地方不会就吃了有一家 对 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呢 看起来这个明云亭这部搬是非常大胆 因为你沾的话 这个中间不能被关门吃 你肯定是要转到这边来 他争讽有力 所以说黑棋只能先拐吃一下 那白棋首先提一个子 说话还是很大的 那他不怕这个吗 这一打吃怎么办呢 这也是客棋的这种用意吧 如果你点的沾 这位一家 大家能看到这个白棋是对杀不利的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受你的一二路的启发 这个地方白棋是会有妙手 白棋现在一立 黑棋好像不能硬了 立和你这个直接一路跳的意思 应该是一个意思 如果你要吃 他就可以沾 他就多了这个打吃 对 这个先手之后 非常巧妙的联合手 这个图形我们看 多了白棋这个子 这个竟然可以一路按肚成仓 是的 这客棋付出了被空中拔花的这种败价 却发现上面吃不掉白棋 这个我们要采访一下 客棋当时是什么心情 估计是冷汗直冒 这个客棋答应 只忽略了这冷招 一股的一立 那我们可以说 明廷从这个班的时候 可能就是顾下了这么一个陷阱 明廷一定是看到了 如果没看到被人这样一吃 那不就是交代了吗 这个所以我们说 明廷的这种近身的 局部的小手筋 近身的战斗能力 那真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说到立的时候 黑棋就不能硬了 这个地方白棋会先虎 你看吧 还没有虎 白棋没有虎吗 没有虎 他现在虎的话 黑棋不会提了 现在已经虎不着 这非常遗憾 这样能虎着他就真美 太美了 没办法不能沉得住我的 我还是要这个脚 这个脚要大 这个子大就大的 因为这个有拔花 把这个子吃掉 黑棋这五个子 似乎已经活不出来 对 所以这样来看 虽然黑棋能够提通五子 收获很大 但是白棋这么一吃以后 整个左上角的角控 也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就可以说 这五个子的转换 跟这边五个子的白棋 形成了一个 旗鼓相当差不多的转换 但是白棋这个拔花的时候 一黑棋变成长 对 这个地方可解显然是失误 没有看到 米亦廷一路利的这种妙兽 对 那所以这种分析下来 我们可以预见到 可能决议的胜率上 这个其实不需要决议出 我们从这些视觉上 可以看出来 这个花是白转的 这个地方拔花近乎于白转了 那这个时候你不用说 那肯定是白棋优势 优势多少 那可能是个学年 对 但是毋庸置疑这一战 肯定是白棋获利了 对 这个也是我一直强调的 咱们有一些这个 骑手特别喜欢做死活题 定着那种特别难 一做就做一两个小时 恨不得还做不出来 这种死活题 抱头苦辞 我就觉得对这种 训练方式我就不以为难 我觉得在实战中 大多数能决定你成派的 都是类似于这种 非常简单的手 没有说那么深奥 对 你那种局势妙手 一击之命的那种情况 反正我下十多年期 我都没有印象 我什么时候用一个 绝世妙手获得了胜利 反正是这种 简单的小手筋 一个没看见 那就吃了俩亏 那倒是比较常见 所以我说 大家在训练的时候 不需要做很难的死活题 把这种简单的基础手筋 全部给掌握的精通 不出现像科技这种失误 那就是非常非常好 那种很难很难的死活题 不仅仅不适合 咱们普通爱好者 对于平时大家 职业高手训练的时候 我也觉得直跑有太多 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效果 对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决议给出的目差 就是在这个地方 出现失误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胜率上还是目差上 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了 看看决议给出来的 胜率黑棋只有9.4了 那就是刚才50% 一下子就大降了40个点 目差现在比较明显是 差6.7 基本上就是一个天目没有了 那现在可以说 从职业对局来讲 就白棋获得了明显的优势 好 那我们继续 那当然这个地方 白棋转换完之后 黑棋还是想利用一下 这边的味道 能不能占一点的便宜 对 这冷不丁突然一块棋 没了 怎么着也要尝试着 去占点便宜 这个也是非常的淡淡 面对白棋的拔花 点上来 白棋跟着腰 这也可以侧面证明 可也觉得现在形势不妙 得需要拼夺 对 如果白棋形势 可能不利的话 白棋也会考虑一下白棋 对 那这个有穿向眼 确实也不见得好吃 对 这个T还是非常的笨分 黑棋压 白棋连接 非常的厚实 黑棋跳 白棋集 这个地方是一样的要点 对 黑棋团住 这个下面就要活路 看不出白棋的活路 而且黑棋想要跑 这几个字也很难受 这个地方双的跑贝一冲 还是比较痛苦的 毕竟面对的是白棋的拔花 实际我们看到 虽然黑棋跑出来一块 但是这个形状要这样出头 很难看 一形三角 我们知道在下棋的时候 尽量要避免下一形 因为下一形意味着低 那现在柯杰为了逃命 被迫使出了这一招 有点狼狈 现在这个江苏队的教练 但是黑棋逃跑完之后 这个地方挡住 如果再不连上的话 两块也很薄 所以还是白棋这个字 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让白棋顺时虎出来 白棋没有直接就连虎去 还是要追求一些效率 虎出来 其实可能在迷信眼里 黑棋这一对人马也没活 那么这一串也看不出 黑棋有多大的便宜 对 而且白棋一旦处理好了 其实黑棋好像 这盘棋的发展潜力并不多 而白棋的这块的实控 眼见的还是很可观的 对 现在这个差不多 白棋有一个天幕 也就是接近欺慕的优势 这个对职业导师来讲是不小 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看科杰也拼了 先分断 这个我还以为先刺一下 看起来是非常愉快的一个先手 这个形状很想刺 但他实在没有 他先冲 分断 其从断出生 这个科杰告诉我们 现在黑棋是需要一个拼搏 那白棋呢 说你既然要断我 那我就把你 如果你冲我就先手断掉 谁怕谁 那在冲的这一瞬间 黑棋很有文化的特别 他这个不是说刺掉 这个其实很难令人想到 因为这个看上去是个先手 对呀 那有次的先刺 对吧 有次的先刺 对 这个不太好理解 如果是这两先手 你肯定觉得这手棋效率一般 对呀 至少我也能下个小剑 可杰也有它的用意 它的用意是啥呢 它是下中这个斑吗 不太好理解 这不跳 那总之白棋小剑 白棋是不好理解 一个是要跳过来 一个是要虎过来 这两个地方都是非常愉快的 这个科杰也觉得这个局面 确实是难 这两个都是局面 但是呢 它却不能两拳 黑棋实战手的 还是什么呢 白棋肯定是要 这一大吃是非常舒服 愉快的 因为我们知道当初 黑棋所有的收获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结果现在如果这个被打回去之后 那上台就变得很重复了 就仅仅是吃了石木琴 一点甘霧 所以感觉上 就是黑棋现在继续进攻 但是明显白棋的形势是很好 这次一个是找回面子的 唯一一个一个地方 把你也刺个鱼形 但是白棋是代价 这个名品很有意思 他要先把你打中 这个地方他要先碰一下 实际上他先碰一下 跟直接打的没有任何区别 这个地方黑棋都那么厚 是 除非你说以后跟眼泪有点关系 但是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多只眼 他这个就是这种心理 他要追求这种舒服 我要把你给打成一个鱼形 这样我在这个心情上就非常愉悦 你可能就是心情要差 追求的是这个 走完以后 因为现在断被打了架死了 还是不能直接断下来 14个也实在是很小 没有架质 长 人上 一起双一个 现在这个双刺 现在这个双刺是先手后手 都不一定 白棋有心情 因为这里有一个必得其一 他不双刺 他是不是担心以后这地方 白棋快活了 这个 客棋这个刺去下得很令人匪夷所思 但如果他还是看着这个刺的话 怎么想这一步跳都有点缓 而且你现在这个刺 人家反正要我下我不理他 因为客棋也不理他 这有两条路 我这给你吃了不就15木齐吗 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客棋现在要不攻击白棋这一块 那他就干啥呢 也没什么事可干 我们看实战 压出来吧 明于婷就没有走 明于婷就没有跟着走 还要瞄着把这两个餐子也救回来 太黑了 那确实没办法来 如果你要是这种 我这边有斑断的接用 黑棋并着补 并着补 这两个交换白棋 应该是不黑 然后白棋在靠中间 果然如王老师所要 这个地方先不补了 这个我觉得黑棋 现在这个形势非常严峻的 看到白棋这一靠之后 这个一个大块 显然是已经受到一个 非常安全的状态 那么黑棋 黑棋的收获 黑棋从这发动攻势以来 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收获 那我们知道 从武术的角度来讲 对白棋有一个贴物的优势 那么现在黑棋仍然是艰难的局面 所以还得继续找头绪 长一个 接下来还要断 先尖一下 间谍的防一下这个 这个白棋 可能跟形势有关 也许其他场合不一定能见得到 现在也看不到黑棋哪地方 能为个大空出来了 赶紧这里 想办法 这里面好像到这里面的镂空了 这个应该最主要的 还是要揪着白棋这个代号 白棋先断一下 这个样子蒸掉了 这个棋就结束了 这个刺已经 那从这个角度 从这里靠 这个手法非常罕见 因为我们这边都很厚了 要走好像应该从这边走 或者从这边走 对 如果从破碰的角度 可能会从三路 但是如果现在对于觉得形势非常好 我觉得这种 既然正不掉这个逻辑就是 那我就算了 就加一加 把这一大块给处理好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从这里靠 也不太好理解 只能说是现在 米一亭进入状态了 施展开了 开始继续找头绪进行战斗 对 但是这个地方 就是作为优势的一方 你如果说再来一个五五开的 肯定是断了 因为这个没齐下了 我觉得没必要 这个地方毕竟白棋的黑棋的紫 白棋的正面应该是把大块给去 没必要 这个地方实在是 是 下刚刚王老师推荐了 如果白棋把中间处理好 感觉要 这里和这个边 它只要进合 它的墓术就可以 对 白棋多的是墓术 少的是这个厚薄 少的是这个大龙 对 但是现在米一亭说 我少什么我也要给你战斗 继续进来 局部确实是好手 这一拨局部确实是反强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就全盘就这一块空 如果再被白棋破了的话 那白棋只能要去下大龙 对 或者说在下面有一块大空了 要不然你找不回来 这个米一亭也非常凶寒 非常凶 对 而且受到这边 有各种打射的借用 黑棋局部确实特一个是本手 如果各种班的话 这边会形成借用 不能说米一亭这套组合权不妙 我只能说可能没太多必要 这样下容易让局势失控 对 万一在这个地方 一下子被科捷抓住了 中锤 它还往里爬 非常狠 这个地方毕竟我们看 这个白棋只有半个眼 对 随时一张是一个后手一只眼 这个一拐的话 这地方也是断着的 有点非常的猛 对 一个人感大 对 这个有点像这个 赢十五不像赢的下巴 有点这个意思 对 但有的时候过犹不及 等到黑棋下来的时候 那黑棋这个打持了 贴显然是要对这个要动手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一爬 下面应该是活了 但是这个 我看着 黑棋这边是不是可能 还有点先手位的 如果能顶了班 最重要的是 你现在如果你这边活了之后 万一这地方被黑棋起一大块 你也为了那些贴过来 这总而言之 看起来是 明一亭有点这个 没必要 这个估计他们这个 江苏维的教练 他们有点着急 你干嘛 这个好好的形势 你干啥呢是不是 咱们这可是要决赛了 再赢一盘就进 咱们这个华为手机 的维加连赛的决赛了 这个努力了大半年 就看今天这一盘了 结果这个 明一亭玩的就是心跳 你说这个 其实是 作为教练 我觉得这会儿可能 如果说刚刚我们看到 白棋是非常简明 而且伤率也很高的话 感觉上直观的感受 现在黑棋应该是明显接近了 因为这一下子 中央的事情就有点说不清 那我们也可以请这个决议来 再看看形势吧 看看这个 进行到这部贴的时候 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 感觉上每天是 没有必要这么下 对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串 它要积极地去破控 哇 这个 大反转 这个比预想的还要 本来是白棋是91 伤率 现在白棋只有39 那是一个暴跌的状态 对 差暗了 这种暴跌好像 除了在体重方面 都没什么好处 是不是 这个不太好 是的 那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形势 已经变得黑棋 敲战上风了 但是没想到 这么区别这么大 对 我们是感觉白棋没必要 但没想到 可能中央的后保差别 就会差这么多 这也验证了一点 就是在咱们下棋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记住 三要素之一 是怎么排序的 首先是死活 然后是后保 最后才是实地 先保证自己死活没问题 然后棋也很厚 这种时候再大量的聚强实地 你要这个死活 那我们看看白棋是怎么 白棋跟着长 那黑棋继续跟着贴咯 因为这个地方好像 隐隐约有先手 白棋能不能连回家都不知道了 这个地方 要啥时候被黑棋一拐 被一拐到 感觉这个眼形是真的 但是我估计你要现在拐的话 白棋可能要选择转身 哦 就是你 给你中间 如果你要忘吃 那么我这个地方可以先手 就回来大队 等于我只是中间的这个尾巴 算是个大尾巴 然后我可以再绞杀你下边 这样的话一时二时 你吃三时五 但是我这边可能也能找回 二十几木棋 然后再加上这边的损失还行 所以综合判断下来 柯杰这群的体外面 这样能拐到这个 五几大龙鱼 差不多要两块了 所以白棋赶紧作眼 你要再长人家也要拐你了 你外边没有东西了 黑棋长 这个柯杰 太阳的下得不错 因为白棋这个体实在是没有价值 但是黑棋这几个字呢 一手一手 就把下方的潜力给它准备好了 价值都非常大 因为我们看到 这有个四个牌牌 之后这边一起来 就实地化了可能 现在好像白棋还得补 这个地方还有断点 补为什么能不能活 这只有半个眼 你好像 这有一个眼 这有半个眼 我如果断开你 你这地方还有一个眼 对 可能是刚好 现在是这半只眼和这半只眼 你断开我 我后头做这一只眼 这样这里和这里可以形成剑合 勉强能活 对 但黑棋抢到了先手 还可以先把这里搜刮一下 定行完了再抢控 只有顶 打吃了一下 然后沾上 再搬一下 对 搭蓝在一小间 感觉黑棋的气息 比较舒服的 那这黑棋真的做货 白棋真的做货 对 黑棋搬一下 搬了一粒是基本功 比虎木属要便宜 不得把这人力去先手 是的 那这个结果等于是 白棋把这活了 付出的代价是 这地方被黑棋输了死的 对 看起来实在是不便宜 不便宜 因为什么呢 当初白棋 如果是直接先处理东洋大龙的话 上边白棋也有去破控的权力 那等于是白棋 这边把一半权力 但是这个地方马上就被黑棋 形成了一个后世 这个当前还是黑棋 应该是不错的棋 现在黑棋应该是可费的 对 感觉这个超级大 那么这个胜负就变成这块空 能不能够围 能不能够围起来了 如果这一飞全是空的话 视觉上也是白棋可能也受不了 对 那实战的下一步棋 他搬这个 那实战是期待 期待着 这样他受数便宜了 这样他再飞 他的好处是啥呢 好处就是 你本来搬 你本来搬我要打的话 这地方就要搬了搬下来 对 我等于防了一刀 防了这个手段 也就是说这样能走到 肯定是便宜的 对 但是白棋会有这么好脾气吗 因为现在这条边看上去 我觉得不能有了 因为白棋这上边 已经步调有点乱了 你现在等于是 在人家已经非常悲愤的时候 突然间还要再欺负一下 那这个忍无可忍 实际不对 那就无需再忍了 对 白棋赶紧 他至少哪怕见到你一下 比黑棋飞起来也会好 黑棋中间这个地方 白棋这个子还是有活力的 这个黑棋也得稍微注意一点 所以感觉这手机 是不是有可能值得上去 现在这个时机 这个基本上可以 就不用什么人工指导来判断 因为这个地方显然 你从实战心里都知道 那这个都对啊 这个一看是一个非常立体的 胜负主板应该是在这里 对 但你现在走到这以后 女艺庭非常的机敏 选择了转到这边来 他还是要贴着走 那就说明 因为在咱们这个职业骑手的眼里 这种肠的价值确实是大 一般情况下 就是相当于一个劫财 对 直线 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够 是 这主要一手骑是一个 可能几个巴掌才能为下一个大控 你考虑到你前面 已经把白旗欺负的这么大 得有个够 这时候还要再欺负一下 我觉得恐怕都不能忍了 换谁都得要点事情 所以实战白旗呢 贴一个很紧凑 因为飞的话呢 黑旗可能就进来了 所以他想紧凑一点 如果你走的话 我这边至少能够搬下来 就算是白旗贴脸上白旗也便宜啊 对啊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本来黑旗一手其实飞住 那你现在等于是大踏步后撤了 对 感觉一下子 可能石木齐就进来了 就算没十木也有五木啊 那在这种局面下 我们知道 就刚刚来白旗的优势 剩余90的优势的时候 是差不多有七个旗的优势 那这个搞不好 现在这个形势又会反转 要不我们在这个 胜负的关键的时候 我们看看 当白旗搬过的时候 现在形势究竟如何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来是白旗 明显不利的 对 应该是在黑旗常在这的时候 黑旗已经接近80到90了 就是常完以后 那我们看看现在 白旗是最后一手是搬在这 搬在这之后 这个形势是怎么样 可能现在这个局面比较难 决议还需要再进行运算 是吧 那我们先让他算一会儿 对 我们只是从我们的感觉来讲 黑旗本身搬在那场便宜一点 但是你被对方机敏的反便宜以后 咱们肉眼上就能看出来 还是直接非常好 对啊 这个主要是和黑旗直接飞相比 你看 直接飞 相差甚远 控制在这一线 对 而实战被白旗 被敏仪积 机敏的肩了贴脸两下之后 你就算再围 那也后撤了两线的样子 是的 这个肉眼可见 那这个地方白旗肯定是便宜 好 那我们先继续看实战的变化 对 我们待会儿让决议再算一会儿 好 我们继续看 那黑旗现在呢继续维控 白旗就有半战 这种二路半战非常大 那黑旗有没有机会去立掉呢 因为如果黑旗立掉的话 他可能要白差差两目 那么他立可能是担心后手 这样一立可能涉及到一个跳 这个死活的问题 对 但是这边被进来了 哇 这个太想立了 这个我只能说 如果说科技能够抗拒住这个游 那说明他确实觉得立不着 因为如果立的话 被白旗进来 这个大龙现在是一个生死问题 那从实战的角度 这个地方被人家半战的 心情不是一般的不好 对 这种属于双方的一出一入 而且黑旗如果能立到 就是一个双仙关子 太大了 那收关的时候第一要抢 哪怕是一目也要抢 双仙因为是白来的 对 谁走归谁 现在这个关子归米婷 米婷的心情很好 心情非常的好 然后白旗继续收 现在黑旗长 白旗贴 白旗在这个 咱们悠悠地收关 收得看起来很不错 接下来这个打拔也是 黑优人 这也是先手 这一会儿还可以再长一下 也是非常开心的 对 它应该就是这么个公司的 然后最后一圈再把张回来 对 都走到 最后一手在这儿 非常完美 是 这个最大限度的压缩了黑空 这一会儿一虎 这地方还可以再往回头 对 所以黑旗一看 没什么特别大的 就把人家收了 因为下面还含这个池子 那现在又轮到白旗先手出关了 这样的话白旗现在全局来看 基本上这一代和上面还有一些关子 这盘旗的关子也比较简单 所以说现在如果是谁好的话 可能就不太容易再出现逆转了 是的 那我们再收几步 然后可以来判断一下形势 对 随时准备好 现在这个局面的判断 对决一来讲一个不能 这还有一个小手筋 对 它要便宜一下 这边瞄着搬进来 看起来也挺有味道 对 黑旗一分断 仍然是这有一只眼 这有一只眼 三眼两咒还是火旗 对 然后它为了确保安全 也防止黑旗反冲 它先走掉 这个走掉 黑旗是这样用吗 这样用的话 以后有点小痛苦 然后搬 对 搬进来 看起来这边是越战越勇 是 好像关子收得很顺畅 然后黑旗跳 白旗坚住 好 最高效率的捕这个断点 黑旗顶 黑旗坚住 这都是命令型的 因为有断点 然后黑旗单一下 这个地方定行掉 防止白旗以后扑它一下 对 交换完以后 再提子 这是先手 大龙 这捕获 黑旗不在这 黑旗这个地方是选择的吃这个 因为这冲有逆收 这个那显然是科捷觉得形势不利了 因为正常的感觉 总是封中间大的 这地方没有几个空间 但是你要这样封中间 这边白旗先手冲一下 这就断 最难受 这样补 反正是怎么补都难受 所以科捷想要这样拼一下 但是这样一双 可是中间就守不住了 这里是能退手的这 那也没什么便宜 感觉好像白旗的关子 最后再把这个回手 还是收得比较顺畅 这个先手 黑旗也走不着 这个也好大 这个地方一下子 白旗把这两个字补住 然后还把这边的断点补住 从进程上来看 虽然我们还不太确定的 知道具体是几目的目差 但是感觉从进程来讲 白旗收得还是挺舒服的 白旗心情非常好 对 我们也请决议准备好 我们再把上面的关子定型一下 可能就来看一下确切的目数 来我们现在跳 黑旗冲 白旗跟着退 我这快速数了一遍 差不多白旗得有70目了 你看看 这个很大 因为这个扳完立 这也是个逆收很大的关子 所以黑旗是立这个 那么白旗把这定型完以后 把这个退 基本上就没有关子了 王老师先帮我 还是挺细的 但是我的判断是白旗 让白旗收到最后一个这个 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在这个没有关子的时候 我估计黑旗要想再搬回来 也是非常难了 是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差不多基本上关子 可能胜的不是很多了 就是几目期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白旗退到这的时候 可以请决议算一会 然后我们先算着 到这一步期算着 我已经先算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 白旗也肯定是好 但是优势确实也不大 可能就是小胜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决议给他这个退 给我们判断一下 现在这个形势 这番至关重要的比赛 双方的主将之代 究竟是隋战上风 好 出了 只是黑旗只有0.2的胜率了 目差是3.5目 那看来白旗这个 是已经基本上获胜在望了 因为现在关子胜的不多了 在这种时候3.5目 我上我也有信息了 已经都是小关子阶段了 对 那我们好 知道了现在大概的情况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棋盘上 其实像刚刚我们说 在黑旗就是罩住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感觉上 还有稍微有一些不确定性 但是好像白旗从这个 双线关子一开始 就一路保持了一个 很顺畅的步调 就是先手定行 把这里破好空 然后绕了一圈 能够抢到中间的跳 这个盘棋 我觉得最奇怪的 就是科捷这个二路搬了 因为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黑旗优势 而且还挺平线的 你这种时候 还是还要想再占一下 别人的便宜 还要再欺负一下 各谁谁也受不了 各谁谁都要反抵 所以说这部班非常奇怪 如果科捷当初非在这 我觉得黑旗应该 还是不错的行事 所以如果最后这盘棋 确实科捷输掉的话 变不起肯定是一个 很大的败招 有点随手了 那我们看到 现在是白旗推到赵以后 现在棋盘上 还有一些小的关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身为赌将之战 也不愿意先认输 这个影响军心 因为毕竟主将获胜之后 其他的三台 只要赢一台就可以了 非常关键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这个棋盘 还有没有可能有奇迹 黑旗先提 这个是绝对的先手 白旗要跟一 各界那边深圳 还有石阅 还有朴廷环 然后还有陶欣然 这几个人都非常厉害 都非常的有战斗力 最弱的陶欣然也是 好像名气最差 但实际上也是 非常的对付的一个棋手 对 常规赛也是非常的强 江苏队不用说了 一直都是这个 军冠的有利竞争者 除了这个明亦廷以外 还有赵晨宇 对 还有陈贤 是的 也非常强 要不怎么昨天就2比2平了呢 是的 是的 齐风对手 还有黄云松 这也都是很具实力的选手 是的 那我现在收到了 导播给我提醒的一个赛果 就是我们的赵晨宇 已经帮助江苏队拿下一分 战胜了 陶欣然 也就是说这盘决赛 这盘主将战 如果明亭一赢 江苏队就进入了 咱们2比手机 为假联赛的决赛 总决赛了 是的